民国初期的中国是风雨飘摇的年代 军阀歌剧日本入侵国共内战 中国的局势充满着未知 变动的时代是英雄与枭雄的舞台 然而聚光灯忽略的地方 却有一家三姐妹在中国的历史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她们正是宋爱玲、宋庆玲与宋美玲三姐妹 2020年7月28日 全球知名的中国历史传记作家张荣 创作并出版了宋氏三姐妹与她们的丈夫一书 书中收录三姐妹个人生命与大历史交织的珍贵照片 六十四正 受到纽约时报、泰晤时报、卫报等重量级媒体一致胜赞 美玲毕业后她跟哥哥宋子文移到回国 她注意到满载中国的苦力到法国去做工 如果他们中哪个死亡 她的家庭可得到一百美金 这就是他们生命的价值 她说要是有朝一日我有影响力 我一定要做到没有一个苦力被运出国 因为中国需要男人开发矿藏 美玲并没有碧月收花之貌 可她有十足的魅力和诱惑力 她还具备别的更实在的甚至实用的长处 对此她本人全部会言 人们都认为我是个知识分子 大脑发达 人高傲 但是不讨人业 我随和 可因为我家的关系 跟普通人又不在一个档次上 另外 我穿着时髦 又穿洋装 有汽车兜风 还不必教书 养活自己 1926年 爱玲帮助她28岁的妹妹 结识了十年38岁 刚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 一个崭新的世界 为美玲敞开了大门 成为蒋夫人之后 一生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即使到了晚年 宋美玲只要下楼 必须要做好几件事才行 一是她必须要梳好头 化了妆 二是要穿上她从小就喜欢的中国旗袍 才能够会见客人 一位美国记者 曾对宋美玲在纽约的生活状况 做过如下描述 宋美玲每天都以读经 祷告 看书 看报 为主要生活内容 她喜欢去教堂做礼拜 一般无人时候她会来 避免与陌生人交流 更讨厌新闻记者 作者窦英泰在破译宋美玲 长寿密码发文表示 1995年 宋美玲决定将纽约长岛 蝗虫古大宅出手变卖以后 就搬进城里 曼哈顿上东城的一处 高层公寓楼里居住 这所公寓是宋美玲漫长人生之旅的最后一站 也是她一生中唯一住过的高层建筑 从前宋美玲在国内时就喜欢弹钢琴 那是她在美国读书时养成的习惯 在改席绘画以前的十几年时间里 宋美玲在上海和南京都是以弹钢琴来打发极墨光音的 后来她听信了蒋介石的劝告 才把兴趣全都转移到绘画上来 从此她就再也不墨钢琴了 宋美玲住进纽约曼哈顿葛莱西高层公寓以后 一位美国记者曾对她在高层公寓的生活状况 做过如下描述 据知情者称 宋美玲在葛莱西公寓里的生活十分平静 每天都以读经、祷告、看书、看报为主要生活内容 有时还会见从台湾来的客人 还有的时候她去曼哈顿附近的教堂做礼拜 宋美玲受到蒋孝勇从台北寄来的一封信 她在信中告诉宋美玲 祖母大人 您在纽约吩咐的事情 目前我在台湾正在加紧进行中 宋美玲当然理解蒋孝勇在病中这句话的全部含义 她是指两蒋向大陆移林之事 一年前当蒋孝勇来纽约给她祝寿的时候 宋美玲曾经向她流露过 有一天把蒋介石和蒋经国两人灵鹫 移往祖国大陆安葬的意思 7月22日在美国纽约的宋美玲 获悉蒋孝勇一家即将进入大陆的当天 同时她又在葛莱西公寓中得知了国民党中央 以为两位蒋总统组成一个奉安研究小组的决议 此前宋美玲在美国已经得到台湾发给她的确切信息 国民党中常会特别为蒋伟国的提案开会讨论 多数中常委认为 把蒋介石和蒋经国的宜林前移大陆一世 目前并无急迫性 宋美玲听到台北传来的这一消息 心里充满了失望 因为她心里的一个夙愿 自此显然将要拍死腹中了